港股反复偏远。市场资金继续追捧职优股。小米集团1810首季业绩表现强劲。其手机产品销售有很大增长空间。尤其是欧洲市场。集团扩大线下销售点及营运商渠道。推动市占率提升,加上芯片短缺。支持手机高毛利率。带动今明两年盈利进一步增长。 可以留意。小米首季总收入达到769亿元人民币。下同。按年大幅增加54.7%按非国际财务会计准则。经调整净利润达60.69亿元。 按年净升163.8%。双双创出单季度历史新高。超过市场预期。毛利率18.4%。按年增加3.2个百分点。首季智能手机分部收入达515亿元。 按年增长69.8%。毛利率12.9%。 按年升4.8个百分点。首季小米手机的全球出货量达4940万部。 按年增加69.2%。期内,境外市场收入达374亿元。按年增长50.6%。 占比达48.6%。管理层表示。对下半年智能手机业务具信心。 维持全年手机出货目标。其5G产品出货量及市占率仍不断提升。 集团产品线下销售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。 今年首4个月在内地新开超过2300家零售店。 截至4月底子。零售店总数预5500家,而开店的速度仍在加快。 希望尽快覆盖中国的缘及重镇。小米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提升至14.1%。 尤其在欧洲的品牌影响力扩大。不单电商渠道。 传统线下及运营商渠道均得到广泛认可。因此首季增长加快。 目前市占率16.6%。相信定价300欧元以上的中高端产品仍然大有可谓。 截至3月底子。 小米Alot连接设备,不包括智能手机及不基本电脑,数目达3.51亿,连接不少于5件设备至小米Alot平台的用户数目达680万。 按年增长48.9%。人工智能助理小爱同学月活跃用户数目达9300万。 按年升32%。 另一方面,小米正式获美国国防部解除对其中国军方公司的认定。 撤销美国投资者购买或持有其证券的全部限制。 指数机构富士罗素公布,将会评估小米是否纳入富士中国50指数。 相关因素都对小米有利。 小米股价昨天收报29.05元,港元。 下同,升3.2%。 走势方面,踏入5月以来10级回升。 14天RSI处于67.8水平。 升势了张延续,可于28元吸纳。 上网32元。 相当于明年预测市盈率28倍,跌穿20天线,26.04元,则止洩。 相当于明年预测市。 感谢观看